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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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 sandwich都有关系的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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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错 还没有 我诀 谢谢 小心点啊 感觉着你 喂 你好 你好 你爸出院了 出 出院了 好 我知道了 小刘 来来来 麻烦你帮我把本送到我办公室去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啊 快去去去去吧 好的好的 三丽 三丽等我 等我 怎么了 三丽啊 你赶紧的 开车送我去医院 不对 回家 咱爸自己出院了 我们的真是的 他怎么够看到的 他怎么够看到的 干吗自豪你说这 谁知道啊 咱俩 怎么回事啊 自己就从医院跑回来了 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啊 爸 你这没好力了能回跑了 干吗你那是要啊 就是啊 那别劝了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你说 我还不住这医院了 我要回家我想家 知道想回家 等您病疫好了 立马给您接回家了 你想住都不行 现在听话啊 吃完面让四喜外送回医院去 去晚了床位就被人占了 是啊 不去 不去 我就不去 我就要在家里边跟着 老梁 那不听话了呢 什么 你不知道我 自个儿升级自个儿知道 现在不就是吃点药吗 家里边吃 医院里面同样吃 就在家里吃多好 就知道了 不是 爸你干 别去那听话 赶紧回医院去 你这不是让我们着急吗 你说一听你从医院跑回来 这建华正执行的任务呢 人家他就跑到这儿来了 不影响工作吗 干吗呀 建华回来关我什么事 那是 谁敢愿意回来 不讲理吧 不讲理吧 那是因为你从医院里面 跑回来了 所以人家就来了呗 你们急什么嘛 当然得急了 等我死了你们再急 不能够啊 说这话不好 现在你们该干吗干吗去 有事就回去 都回家 回家回家 你看 来可以吃完的 你这一弄弄的 没法吃了 不想吃了 神气了 要不你你你 我累了 我得回去歇着 回屋 吃完的 回回回 都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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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回你也回 你也爸 我跟你们说 没事 都到家里来看看我 要是来了要劝我回去 要是来了要劝我回去 住医院打住 给我滚出去 就这么着 真腻了 爸 二梅 二梅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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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开门 咱商量商量呗 爸 二梅 行了行了行了 你干什么呢你 姐 姐也是宁 非得顶着这会儿 说得清楚 你这胖子怎么又吃上了 爸那事到底怎么办啊 我饿着呢 怎么办 我告诉你怎么办 你别现在顶着这么说 你过上两天缓一缓 你再给弄回医院 你这会儿顶着说不清楚 就是 把折腾一天也够累的 要不让他先歇着 你还是让咱明儿再商量 好吗 嗯 面蛋了 我得夹点辣椒呢 出什么情况啊 爸 是不是身体不好啊 这 可得了什么呀 在乎呢 爸就是自个儿从医院跑了 自己出院了 要是 要是你爸这主意真搞正的 怎么不值一声 自个儿出院什么情况啊这是 不是说点事 姐你要是提前知道 你得拦着爸点啊 我要是知道 肯定死我不能让爸回来是不是 你甭说姐 你不是自己前两天说 你能来老照顾点爸吗 怎么这两天没影儿了 又挣天天了吗 哎呀我说 什么情况啊醒儿 哎你给你哥上演药是吗 哎他去医院还少啊 你倒是你 竟忙你公司那点破事 就你自私 你去过医院几趟啊 你还说你哥 咱我们哥俩说话 老有你老有你呢 你哥他嘴笨 他不说 他一开出租的是不是 他时间自由 我那公司得打卡 不是打卡了你 嫂子你那超市 你是不是随时想请假 你不要请开来啊 你哥睁开眼就上班了 你哥那怎么了 行了你们俩别逞了 现在知道着急上火了 早干嘛去了啊 早干嘛去干嘛去吧 又喂姐 你别冲我发火 又大了不是我请回来啊 小点声 大臣大臣 听你姐的 爸在家你太哭了 我事大了我 你想干嘛呀 臭老公告这事小啊 干嘛就冲我来了呀 真够头的 大臣 不是那那那 那姐夫姐你们都老大 你们说呀 那我得怎么办啊 看来这回爸呀 是真的不想回去了 他要是留在家里 身边不能没人 是 还是我们就轮番来嘞 谁有货谁 谁过来照顾我们是吧 轮番来 谁有空谁来 那多不靠谱啊 谁说得好 谁有空谁没空啊 这时间一长了 这万一你说这爸刚出院 再出点岔子 咱们谁担待得了啊 要不行就请个护工 是吧 那个爸那个药呢 我托人给你买 姐 跟那个医院开的那个 进口药是一样的 再加上护工 是吧 我们也踏实 是不是 不比在医院里差呀 行 就这么着了 要呢你负责 护工我们来找 这样呢就两全其美了 是不是 姐 你说呢 行吗 这两天我给你姐夫先盯着 行 礼拜天的时候大家都回来 陪爸吃个饭 咱们也好好商量商量 行 我先走了 先走了 走了啊 什么情况 我在这儿努力想折 你姐那脸 拉得跟太后似的 都快砸到地板上了 给谁看呢 我姐那脸身上来就长那样 别再挂了 腰子似的 那就是腰子怎么了 什么事 什么事 想着我就上火 跟你说话 跟说话 二梅 我说你别老冲人家 三立思喜嚷嚷 都是一家的人 师父这事得商量这来自的 怎么商量怎么商量啊 你听三立思喜他们都说什么呀 他们心里想什么 他们根本就跟他们 就不愿意让爸再住在医院里 商量啊 你知道思喜那天跟我说什么 他说咱俩把爸送敬老院 你听见什么地儿 敬老院 我爸身边现在三个儿女 居然我爸不能在家里住的 得去敬老院 那又不是顾管老人 凭什么呀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说 你看你们几个老这么吵 有师父心里能舒坦 你也不能太冤枉人家俩人 我冤枉谁了 我冤枉谁了 人家兄弟俩那一个张罗买药 一个张罗找护工 也算是有心啊 行了吧 就张建华你太善良了 这种表面现象 我告诉你吧 还给你心里琢磨什么呢 丑子那心子就这么别扭 你还是这样啊 你看师父现在身子骨 还算是硬朗 住在咱边算是换换环境 换换心情 要是万一不行 咱俩给送回去不一样吗 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这这这 你说我爸 你说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对他才好 行了他人家完了呢 都说什么那边 不是说好了找东方 你怎么突然改回了 啥不是啥啊你 找个护工不就等于找个保姆吗 住院费贵还是护工贵啊 你也不算钱 我跟你说啊 你爸回家住这是个好事 给咱们减轻不少负担 知道吗 不是那 那保姆行吗 他跟护工能一样吗 他会照顾人吗 怎么不行啊 总比你天天跑过去盯着墙 我跟你说啊 这事儿听我的 是 我什么敢不听你的 不吭声 我说话你就得必须答应 行不行 行行行行 好难了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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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妈呀 怎么了怎么了 妈呀 是啊妈过来了 你看看 梁米儿 你吓死我了你 吓死我了 你这么当姑爷的吗 我这穿着小雪的睡衣 你把我当小雪了 幸亏我回头快 我要慢一点 还不定她做出什么举动了 有妈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就说她 不是妈 关键您的背影啊 跟前雪是一样一样的 我还以为她换发型了呢 行了吧 又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 真是的 妈 看你 真是 不就是没看清楚呢 不再这样大惊小怪的啊 妈 不过这也得怪你啊 这身材不是太好了 我跟你说 就从她后面一看 绝对看不出来是上了年纪的人 真的 疼啊 妙龄 对 妙龄 绝对妙龄 还妙龄 行了 爸 对了 我想做个面膜 又今天做了一天火吃了 对了 又今天在哪儿 在那儿 那个美眉的做一个 那好吧 我看我妈多美 还妙龄呢真是 什么时候从哪儿冒出来的 什么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有那么说话的 你妈不是我怀孕了 你都过来了吗 不对啊 不是说好她先不过来了吗 我跟你说的事也没跟我说 我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 能够坐着呢 这不是添乱吧 说谁添乱呢 怎么呢 你起妈 没欢迎啊 没有 没有没有 欢迎 热烈欢迎 我们有打阵都欢迎您 那个 我是说您来得太突然了 您要提前呢打个招呼 我就直接上火车站 从您一下火车 红地堂就扑到家里来了 行 行了 行了 别逗我了 我这打电话说 要来看看你们吧 这小雪推三推四的 我没有嘛 什么没有 逗你教的吧 没有 没有 我哪儿有啊 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推三推四呢 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您来 对 我们真心想让您来 可是把您盼来了 就是 瞧你们两个人这嘴巴甜呢 行了 我坐了一天火车了 我得休息了 对了 我住哪个房间 就这旁边 床单的被罩子 新的 都是新的 对 那好吧 我先歇会去啊 行了 行了 行 妈 你慢点啊 好嘞 老幽幽幽 你妈呀 怎么了 怎么了 那屋怎么了 那屋怎么了 那屋能睡人吗 怎么了 我看 妈 怎么了这是 这什么怎么了 你让他去看看去 妈 我看了那屋 还行啊 哪儿不对啊 那当然不对了 那能对吗 我问你啊 那个镜子 怎么会对着床呢 这 这叫什么 这叫照妖精 要你们把我当妖精了吧 还有 你说那墙那儿 还挂了一个钟 那叫什么呀 那叫崔老钟 那嫌我不够老是不是 对了 还有 那个床的墙叫那 妈妈妈 打住打住 这都是迷信 你别胡说八道 什么迷信 这是风水 在我们老家 特别讲究这个 我跟你说 如果我要住那个房间 住一个星期 你看我出来什么样 歪鼻子斜眼 妈 要不这样 我和梁明住那屋 那个 您住我们那屋 去去去 那哪行啊 你这怀着孕呢 怀孕不能挪窝 这不是在自己家里 睡哪儿都一样呢 去 要不我说你们 你们太年轻了 你们太没有经验了 我跟你说 老话怎么说的 老话说 镜子放床头 夫妻不到头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跟我闺女不到头 是不是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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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没有 你赶紧去给我换子去 好吧 赶紧给我摘了啊 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位置要摆错的话 我告诉你 这对你们将来 太有害了 真的 那妈 我能不能明天 我找几个立功 对对 我们找几个人 明天 明天是吧 行 你不干 行我来 妈妈 这是怎么让您干的 就是咱们不差这一天 这太重要了 你懂不懂啊 好好好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不听我的 这孩子都 你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明白 我去我去 你快去我快去吧 就是挪镜子是吧 对 挪镜子 对对对 什么光挪镜子呀 还有那个床 我跟你说 那个床一定要通着南边 明白了吧 还有那大衣柜 你啊什么 你快去吧你 好 妈 坐这儿歇会 她对你怎么样 挺好的 真挺好的 那个 麻 我问一下 就那个 您说床是冲冬是吧 完了大衣柜冲南 什么呀 你这乱了 那个床冲南 那个大衣柜 那镜子呢 行了行行 笨死了 来来来来 给我来 给我来 镜子 要了命了 要命了 要命了 我的老命了 我命休矣 老公 老公 幼儿 怎么啦 怎么啦 好了好了 影巴着呢都 要说妈妈呀 真是厉害 粉末一登场 就给我五百沙围棒 弄得我是福福的了 福了真福了 行了老公 小雪 妈 来了 我也没叫你 你搭什么枪你 我叫我闺女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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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你们家这张床我认生啊 睡不着觉 你今晚陪妈怎么样 妈 你什么时候养成肺毛这个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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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热乎吧 妈 热乎吧 热乎吧 妈 我可想你了 真的 真的 对了 我问你啊 这老梁家对你怎么样啊 挺好的 真的 对了 你公公得她什么病啊 你还说呢 肺癌 前段时间刚做完手术 她怎么得这么个病啊 是啊 真是 对了 没让你去伺候吧 我妈 没有 人家根本就不缺人 我平时就过去看看 看看也不行 你现在不怀孕了吗 最忌讳这个了 你说万一惹上个什么头头脑热的 有你瘦的 妈 我知道了 还是我妈最疼我 妈 你过了老家铺怎么办啊 我怎么忘跟你说了呀 咱们家那片要拆迁了 真的 是啊 这么好的事 说的就是嘛 就是那个拆迁款 我们一直谈不拢 反正我现在躲出来了 我让他们找不着我 我就耗着他们 不给我一个合适的价钱 他们想拆咱们的房子 它门都没有 反正我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我在这儿想 如果不给我 两百平方米 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看把我妈给能耐的 妈 不过差不多行了 咱们家弄点小房 怎么换两百平呢 门脸房啊 不用 不行 其实差不多行了 咱们别褶子 我老东西 出院子说一声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是关机 回来 我回家了 我挺好 孩子们也孝顺 放心吧 喂 老唐啊 老张 是这么回事 最近接连的有几个诈评案 都是针对老人的 你能不能过来咱们研究研究 我这一时半会儿还赶不过去 这样 我待会儿给你打过来 对不住 老唐 没事 你忙 怎么着 有事 没事 师傅 没事 那 建华 建华 还说没事呢 你看你这 这 你这人一有事 这心就飞到那事上去了 你看你这 去吧去吧 还是躲不过您 师傅 这 我叫二梅回来 不要 不要 我这挺好的 有事 我会给他打电话 你那个事重要 去吧去吧 行 那我去了 好 来 来 走 好 好 你好 您需要啥帮助吗 我想找个保护吗 您请坐 请坐 行 请坐 您好 您这登记有很多 您看看 您这需要做饭呢 还是打手房间的 或者带孩子的 我们这都有 你多少钱一个月吧 我们这家政服务啊 有健康症 上岗症 费用啊 当然比那个劳务市场那高一些 一般呐一个月在一千五到两千元左右 那个我想找一个那个 就照顾老人的 就我们家老头刚从医院里出来 照顾病人呐 那可就不一样了 不算病人 他已经病好了 从医院里出来了 出了不也是病人吗 你找的不是保姆 是医务特户工 在我们这儿也有 你看这个 你看 这不是儿子吗 这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就像照顾啊 年老的病人呐 比如中风啊 高血压 心脏病 都特有经验的 是吗 对啊 那这挺好的 这 这给多少钱一个月啊这个 您喝水 谢谢 谢谢 多少钱呢 这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公司啊 每个月三千元以上 多少 再也没包括做家务呢 做家务还点高呢 怎么这么贵啊 三千还贵 我们这特工啊 还有八千到一万的呢 您这还商人吗 你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 实在不行我 我让我老公也来这儿干行吗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哎呀 这鲜贵啊 公司啊 你走 走 你走 来了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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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不是老梁吗 呦 好马 来来来 走 过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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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坐坐 你们坐坐坐坐 坐坐坐 下棋了 住院了吗 身体好了 好了 我出院了你看 能喘气了呢 你那么着急出院干什么呀 真是的 要不让孩子给你找个疗养医院 出疗养医院干吗呀 这么大岁数了 你得注意一点了 疗养医院那店 那是咱们工人去的店吧 工人怎么办 你不是为了给孩子省那几个钱吗 疗养医院都知道 我那几个孩子孝顺着呢 不是 医院里边就不能待 你好了 在里边好人都得别出病来 他住过医院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那就好 咱们养孩子 不是就为了给咱们养老子 真是的老梁 甭给他们省 该吃他们吃他们 该喝他们喝他们 没错 说句实话 咱半截子入土的人了 还能吃几天喝几天哪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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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怎么说 跳马呀 跳 对呀 跳什么马 这鞠 鞠打你泡 这都没看见呢 这太阳还没楼山呢 你回家来了 不知道都拉几趟活啊 车坏了 修车呢 拿什么拉呀 妈 你挣点钱不够修你那破车呢 二林子给我找一个修车地便宜 那不是 你这不找找王母去了怎么着 找着了吗 你甭提了 你知道现在保姆多少钱吗 三五千块钱比我挣得还多 谁行得起啊 说这话 你非 你非要 让让你要去找去 那这还不是让我姐咱们去找去呢 不是 快省什么你 你知道吗 现在保姆上来动不动问 住的条件怎么样 吃的条件怎么样 这是请保姆吗 请姑奶奶呢 要你们那姐俩请回来 不知道什么价码我告诉你 而且现在什么专业护理 动不动就一万八千的 请回来谁养过谁啊 不是 那我爸身边 也不能没个人现在啊 那你就不能找个便宜的 我便宜 行吗 我跟你说啊 我真是算计了算计 你说请个便宜的照顾不好吧 咱老满院 请个贵的咱也请不起啊 我觉得你爸住医院挺好的 别出来 太麻烦 不是 你看你 我爸从医院出来 就是你死活窜弄的 现在你就让他回医院 不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找妈妈找谁 那怎么办呀 谁愿意这样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谁家要贪疑老人有病 那全家人能给折腾死 现在你就烧高香吧 我妈身体没事 我妈身体再有事我告诉你 我就顺着上吊了 原来是过两天吃饭的 本来我想呢 这把保姆我边一带我边 一站就多有面啊 这好人问起来 怎么说呀 该怎么说怎么说呗 怕什么的呀 咱合着不能兜里没钱 装什么大款 我跟你说 到时候回来咱早点去 给爸做点好吃的 爸一高兴 没准 自己主动说不要保姆了 你说你老公 你给我把烙烙锅酒在这儿喝吧 你给我把烙烙锅酒在这儿喝吧 只要他说不要请保姆 我干啥都行 二妹 有事啊 科长 那个厂里是不在借点钱给我啊 现在咱们厂已经归志愿集团管理了 财务上的事要听他们的安排 现在甭说借钱了 就连今后咱们的出路在哪儿 还不知道呢 我实在没床 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行 那我先走了 听说了吗 厂里离职员工的补偿方案下来了 真的 没听说 当然是真的 故意不告诉咱们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待遇不一样啊 给咱普通员工的补偿金 是平均工资乘以工作年限 有投降的领导干部 是平均工资的两倍 乘以工作年限 不会吧 错不了 财务科的人呢都说了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办手续了 那些有投降的领导干部 就是这么办的 那太过分了吗 都办手续了 咱们还蒙在鼓里 有投降的就多给 那凭啥啊 就是 过分 过分你都懂得 这些事不一定是厂里的领导在探 谁还不为自己多考虑考虑 是不是 可不嘛 哪个当头的不把自己照顾好 那活还是我们干的呢 不管这次咱们离不离职 这事不能够用 对 二媒在那儿呢 他跟会副主席走 来 来 走 走 帮我帮他 二媒 二媒 听说厂里这次减着呢 那个补联大部 比一般厨人 多拿一倍的补偿金 有这事吗 有这事啊 去吧 好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颜总 我就是想来问问 这个离职人员的补偿方案 到底怎么定的 您 您是 我是工会副主席梁二媒 梁二媒 请坐 请坐 请请 这个方案呀 已经有了 就是你们这些有级别的干部啊 如果不想继续在厂里干下去的话 那么就是平均工资的两倍 然后乘以工作年限作为补偿 那有具体的文件吗 有有有 来 这儿呢 这个方案啊 早就给你们厂办了 您还没有看到啊 杨总 这个方案不太合理吧 不合理 对啊 这是我们集团呀 和你们厂里的领导 共同研究决定的 两倍的补偿啊 已经很照顾你们这些干部了 可是就你这方案 要是工人知道 他们怎么想 合着您是来替工人打抱不平的 也不能这么说 我就是觉得这些工人吧 他们挺不容易的 真的 偷家带口的 一辈子把青春事业都陷在这儿了 是 你说现在要离职赔偿了吧 这跟干部相差太远了 这不公平啊 是吧 他们跟干部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 您说吧 您到底是想让我帮你们 解决什么呀 这个方案 对于您来讲 已经是很有力了 您不应该有意见呀 不是 静静 这不是对我有力的事啊 这不是对我有力的事啊 你去想让我帮你 对有力的事啊 我喜欢你 有力的事啊 最高的事啊 是 有力的事啊 那就是 也有力的事啊 你呢 用力的事啊 出力的事啊 对 你能不能再来 我还是想让你 有力的事啊 这一年啊 去找你们厂领导 反应一下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您解决的 您看这样行吗 不常方案下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不是刚刚出来吗 还没前面执行呢 不对 杨总刚才说了 现在厂里已经给些干部 办理手续了 那工人知道 会有意见的 这不是厂里单方面的事 是人家资仓单位说的算吗 那我们更要 替工人争取利益了 这回走的都是些老工人 几十年了 这么做太伤人了吧 我说是 我说二枚啊 现在厂里也有很多事 找我是没用的 是人家资仓单位说的算的 你得找投资方 跟他们商量 我都会支持你 现在 我有个事 我要出去一下 这个 我师父身体怎么样 正治疗呢 有什么困难找我 不 我 哎呦 你忙成这样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卸上去吧 你快屋里坐 少用点 别弄太多了啊 别少了 快去吧 快去吧 姨姨 姨 我的车坏了 那把骨肉也掉了 没事 没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看看吧 行 我来看 我来看 你 你坐着 好 好 好 我去我蘸一下 我还可以 你要捡不 又买鱼了 鲜鱼 鲜鱼 这鲜鱼让爸尝尝了 你忘了爸大警察 爸曾经吃鱼 抬我嫂子 现在见活鱼都害怕 让我吓不吓了吧 熬点尝 炖点汤 爸不不算 我不吃你们吃嘛 行行 这样说 我这么好的鱼炖汤 那不都可以了 我们胡说多一转炸 把刺儿炸粗了 就没事了 行行行行 我一块儿来 我大办事 不用不用不用 这里的地儿啊太大 三人进去 进去 你 地儿太大 大警察干大事去 快去吧 对了 姐夫 你这平常 这回来下班没见你 怎么早啊 只有坏人都见着你 我们好人都见着你 啊 干什么法你见不着天啊 我姐夫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没力 半案的时候腿 受伤了 现在心里脑子上去脸呢 就在他们那儿 现在后期忙了点什么 知道吗 又没怕成小警察呢 还说你们家有个穿关线的 咱也跟这抖起来 这下没戏了 不是 你这腿 小点事 爸 妈 一夜流血了 你上个儿子闹心了 爸 妈 你怎么把你也给挠挠血了 你这没事吧 我自己弄 自己弄 来来来 窗口店 这这这这 没精没中的吧 你这陪爷爷玩大高兴 让他出血了 你管孩子干吗 这是我自己弄的钱 爸 没事啊 大臣 姐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姐 你还说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们家这三弟弟好 这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了 就 就念叨 大后就说 过节了 这都准备差不多了吧 你这样跟着 慌慌呢 慌慌 慌慌有客 赶不及了 酒呢 又 又忘了 真忘了 忘了 行 没事没事 我买去 不行啊 我跟你讲啊 你别买太烈的 不行 快去快回啊 好好好 思喜 来来来来 我买酒去 你去去 谁选呢 就是啊 今儿可是爸出院以后 第一次家庭大聚会 这选不到 按人失色呀 就你那雪儿 我真不会向她那说话 就是雪儿 是 雪儿 那浅雪啊 浅雪的妈妈来了 爸 他陪他妈妈呢 就这一份啊 就这一份啊 就我那个丈母娘 她喽人家又来了 嫂子就没你说话的份 走走走走 那我就闭嘴呗 你这卖什么呀 爸 浅雪啊 她给你带了那个卖片 卖这干嘛呢 这个是我托人专门给你买的 那个叫鸡飞剃泥片 就是咱们医院开 那个英国进口的吧 有啊 你真是 这 这不已经有国产的这个药吗 那便宜 你这进口得多贵呀 你不把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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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我跟你说啊 这都是金发碧眼大罗外用的 公立足办公一下人就好了 必须得吃 听没 我说你不急得我两句难受是吧 嫂子 以后别买了 嫂子 不是稀罕你吗 你快别稀罕我了 鱼鱼 插上我手一盒 太好了 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来来来 吃饭了 来来来来 哥 你不是请护工了吗 没 没给带了吗 还说呢 我跟你说啊 这护工啊 我这两天上嘉证公司 跑了好几套 我这想着有个问题 咱不能把爸给的 这外人哪 这不放心 你说呢 是是 爸岁点大了 你说也确实不放心 而且我跟你说啊 我去调查了一下 这护工都是从农村来的 又那素质良又不齐啊 你就说他素质好 他保不准对爸好不好啊 而且一个月你知道多少钱 三四千块钱 比我挣得还多 你说 我觉得爸他是回医院 比什么都保险 你说呢 不能啊 爸 那不能不请 姐 是吧 不能不请啊那护工 对啊 爸 对 我们这个平常都要上班 您怎么没人照顾您 那哪行啊 那不找护工 我今天也是想着趁大伙都在 然后问爸问姐 然后你爸找什么样的合适呢 什么找什么呀 就不找 我这挺好的 自己能照顾自己 再说有什么事 打个电话 你们就来了嘛是 对不对 你说 现在这护工都是些那些小女孩 你说大老爷们跟他住了一块 那不方便 是 就来了 给我给我给我 洗手 洗手 吃饭了 吃饭了 这洗手 刚才洗了 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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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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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爸针上 给爸针上 快点 针个妈 好久这是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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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齐了 咱们该吃饭了 来 今儿啊 我特意帮到饺子 咱妈吃饺子了 我闻了 我闻 这个太香了 来来来 我帮你煎点 好 行行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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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对了 妈吃饺子 爱吃醋啊 咱里拿点醋 就快去 人家爱吃醋啊 我妈吃饺子 爱蘸醋 快去 你饺子 快去 你饺子咋了 快去 快去 我刚才炒菜 把这醋全用完了 没了 没有了 没了 爸 爸 要说您这大儿子 这家小孩了 半条鱼 能一比儿子我靠谱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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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去摆了 行了 结婚 都跑了一趟了 我去吧 你们先吃啊 行吧 你快点回来 吃到 吃到 大爷 这不三丽媳妇吗 我拿瓶醋 过来陪你爸吃饭来了 我们大家这不刚出院吗 自己拿去 你别再领了 忙着呢 我拿瓶醋 你拿着够了 三分元老梁回来了 你是不是回来两天呢 这醋是不是涨价了 没有 一样的 一样吗 我记得上个月好像便宜五毛似的呢 两块五是吧 对 你说现在这醋都吃不起了 这老梁太带多长时间 会不会他们俩几个孩子 省不着给花钱呀 背不住 老话说得好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 这年头可难说 找您钱 没看电影那老婆老太太 一有病特惨 花钱一多儿女就不管 是是是 还得给扔医院的呢 老梁家这几个孩子可能不会 那应该 老梁的孩子 他都不错呀 是不是 那可不一定 癌症这病 一住院花钱 花钱一多 儿女就不管 也没准就是为了省点钱 才把老梁接回来 要真去认他们也太过分 这不乘别人了吗 老梁一个人拉出这一家 容易吗 要现在这耽误眼 都舍不着花钱 不怕人家出镇子 你们这儿说什么呢 哪只眼睛 看见我们家不养老人了 我跟你们说实话 是我爸自己不愿意住院 根本就不是我们不让住 我们家根本就没那号 不孝顺的人 大臣您可别生气 我们这儿也就是瞎叨叨 大爷 别生气 别生气 咱们都见里见方的 别生气 别生气 你这么说实在太伤人了 别生气 别生气 你别生气 你别这么说了 是是是 下次注意啊 别生气啊 回来了 回来了 来来来 来来 试一看 来来来 怎么了 老老脸啊 什么啊你 不 你们小区都什么人啊 凭什么说咱们不孝顺 是白小狼啊 谁是说什么 叔叔咋呢 周晏爸 出来了 没在医院住 说咱不给爸治病 你说有这样吗 真是 这些老太太就按揭 着舌头跟子 别在医院住吧 爸 我跟您说啊 您还是回医院住吧 我们这受不了 这背后这戳急囊骨的事 你说我们是那 不孝顺的人吗 行了 咱 他就咱不说这个 你先老太太了 小舌跟咱们说 对 没 没 没 我跟你说姐夫 你别劝我 你是没听见 你要听见 能掏出香把他们给毙了 你笑什么笑啊你 别想吃去 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给他剥点菜 剥点菜 来来来来 看电视去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过头 我这么跟你们大家伙说吧 梁三立 为了爸 见天的事 打你拉活去 没白没黑 都快成嫂街的了 车祸也出了 瓢也差点给人开了 我们现在就说 吃汤咽菜了 我们还还骂 我们冤不冤 没人骂你 人家受亏 人家说不去 大真啊 为了爸受点委屈 没什么 姐 是个委屈 我们都认了 出车祸的事 我跟你们说了吗 没说过吧 我们什么事都往度人的验 什么招都想了 结果还不老好 爸我求你了 你回医院住 我受不了这刺激 我跟你说 真是 来 走去走去 不是 我 我觉得就是 爸在医院里治病 和在家里头疗养 那不是一码事 对吧 我觉得在家里 这么疗养也挺好的 怎么挺好的 怎么挺好的 我问你 你怕花钱是不是 我发起人家 这事特别奇怪 你知道吗 买的能吃不能吃的 一大堆卖片 进口的 那眼都不太眨一下了 好 一说的住院费的事 怎么就撤火 怎么就这么难 我不明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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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呢是吧 谁做不好我说谁呢 娘 娘 你嫂子她不是这意思 不是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谁撤火了 你们小前面 你吃饭了吃饭了 不说 不说 干嘛你嫌我说得多呀 我告诉你老公 我就是就事论事 我因为外姓人 我不姓梁啊 我都受不了 别人出我精良骨 如果你们个个姓梁的都忍得住 你们就受着好不好 那行的我 我倒问问你 你张口闭口地让爸回医院去 你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是吧 我跟三里这情况 大家伙都知道 我们经济情况不好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三里已经不往家交生活费了 我们一大家子人指着我一个人工资 三里挣多少钱 给爸拿去治病 花多少钱 我都想证明什么 我们就是家里没钱 我们俩穷 我们没能力 但是呢 我们态度好 是不是 你今天说不用 上医院看爸去 你这是态度问题 你知道吗 全天下就你们家最不容易 是吧 我们都容易着呢 姐 你们家容易吗 我们家就 就就就容易了 浅雪那大着肚子呢 好嘛 丈母娘还来了整个一大折腾 我这成天暗下葫芦起来瓢子 我容易吗 我容易吗 不 你什么意思 这是这一回事吗 你照顾你媳妇和她吗 我们大家我情形成立 现在照顾的是你爸 这怎么不讲道理的 你这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我 行了你们俩行啊 大臣 思琪别吵了 好好地陪爸吃顿饭不行了 就是就是 爸 爸 您在这呢 姐 您让我把话说完 我我憋的话我告诉你 我觉得做人得有良心 行 你结婚 爸给你多少钱 五万吧 你买房爸又给你钱了 是不是 姐 你虽然爸没给你贴什么 但你的工作 你们俩现在住的房 是不是爸给争取的 我和三丽呢 我们唠着什么了 我们不能什么好的没唠着 我们还跟着挨骂 真的 如果说各位 都能够忍下这口气 但是我们俩 咽不下去 就是对对 找后仗呢是吧 行 那个 思琪你嫂子说的一些吧 也不是找后仗 她说的都是 也都是这个 就是认识是吧 是 不是找后仗就找我的诚呗 又是卖片的 又是 又又是怎么着 又不愿意掏钱了 谁不愿意掏钱了 我对爸的事我一点不亏心 我跟你说 就刚才弄那个进口的那药 我突然买的 那我花的钱呢还是 怎么怎么了 这点药怎么了 你买点药你了不起了呀 那你把爸给你的钱 都拿出来买药都拿出来 那也算你牛 不出来 你吓唬谁了你 你把他说完了赶走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不告诉你啊 来来来来来来 我说完了你 你回来 你别走 你还没说经话 打针 打针 他总这样我告诉你 爸行了行了行了 那这事他都躲着 他 卡特 回来来来 回来爸的家呢 来来来来 好 就你 坐 你个马铃碰 说那么多气 说那么本事 你从来都不说 你就以为咱俩台的我不给钱 行了行了 打针 走走走走走 行了行了行了 走走走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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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爸最近怎么样 在哪儿呢 我爸在家呢 挺好的 不会吧 家里没人呢 我当然可能是他出去遛弯了 我在楼下等着他大半天了 连人影都没见着 是吗 我真行啊 就把老头一个放那儿吧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爸 什么叫不认识服务区啊 来 服务吧 学姐 爸 爸 爸 我没人 二枚 三脸 四血 我挺好的 我找个地方好好养病 你们别担心我 我爸这是要干什么呀他 傅局啊 你快看看 你看看他 不是 快给你那姐兄弟打电话吧 三脸啊 三脸 你快给四夕打电话 告诉他 你说咱爸不见了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二枚没吗 喂 傅局 你爸找到了吗 还没呢 这正找着呢 好 那找到了 赶紧给我来个电话 好的好的 放心 给你电话 再见 你 真好东西 他就不知道别人为他着急 您干什么 换床卡 换卡招什么急啊 老梁过两天又回来住院呢 梁大爷都出院一个星期了 这病床也不能老空着呀 您呀 别操心了 好好养病 下午新病我就住进来了 小胡啊 小胡 告诉你们副总 让他立刻来医院 他要是不来 他就看不见他爹了 对对对对这儿 您去 陈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家里突然出点急事 您放心吧 合作的事绝不会有变 好的 这样 我们抽个时间好好谈 好好好 再见 你说你 我让你在这儿伺候老爷子 您给我打什么电话 不 副总 老爷子给我打电话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但是他点名要见您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走吧 怎么办 在这儿住房了 想通了 那走吧 我给您换家鱼 老两头不见了 你不身通广大吗 你去 把人给我找回来 您叫我来 就是为了找这老头 就找这老头 爸 您找他干吗 您找他干吗非要叫我来啊 您知不知道我工作有多忙 您能不能给我省点心 别再给我添这样的乱了 莫说废话 你不把梁德权给我找回来 去医院我不住了 你给我找那医院我也不住了 要这病我就不治了 不是 我说爸 您非要找他干吗 再说了他去哪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我是不是你爹 是 我就要求你把他给我找回来 你不把他找回来 我今天就跟你没完 我说了算数 去啊 你去啊 那你又愣着干什么呀 啊 啊 什么啊 找人去 啊 这找 不 副总 您先上去 先上去 筹工夫 kov gef 第二个门 谢谢 陈志 陈志 麻烦你问一下 我爸爸有消息了吗 你爸妈 叫什么 梁德权 就是机械厂小区的那个是吧 对对对 怎么样 分局那边倒是有点消息 说收留了几个老人 但是没有姓梁的 估计你得等一等 不能等 我爸身体不好 刚刚出院 都是麻烦你 麻烦你 再问问 那他脑子没什么问题吗 脑子好着呢 没问题 来 来 去吧 说 张队 你怎么过来了 这什么人啊 我来拿一个户口资料 我走到路上碰见一抢报 又给别下来 教你了啊 行行行 平时认道 当然认道了 你想什么呢 认道 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老年痴呆呀 你才老年痴呆呢 你 你别急 不是 对不起啊 我不该这么说话 他没老年痴呆 他就是精神也很好 就是身体不好 刚出院 对吧 他得走失了 你知道我找不着他 我们一家人看不见 我爸可着急了 您就能想个办法 帮帮我们不行了 您也别这么着急 您说 我爸让你着急了呢 张队 你怎么来了 我听着向你这儿嚷嚷 就真是你 不是 张队 哎呀 小刘 我在办事啊 小刘 臭媳妇 那你欠麻烦 原来是嫂子 对对对 性子疾 好 别忘了 走丢那老人 是我岳父 我伤点心 你放心 张队 我们一定想办法 把老爷子找到 他着急 对不起我啊 不是 那你这 你有什么你跟我说 我还没 我大老远我就听你 我还有话你跟他说呢 我就大老远听着你 是呀你 你在里头闹什么你 谁闹了 谁闹了 你看看人家 你穿了人家态度 什么态度啊 我 我这态度怎么了 你说我这态度 你傻呀 咱不是还得求人 别傻 你说谁傻呢 你得求着人家找人不是 求谁啊 求谁啊 你说报案三天了吧 我爸丢了三天 到现在他没找着 都坐在那儿 都坐在那儿 一点都不着急 行什么行 还有你 你不是警察吗 你不是刑警吗 你办那么多案子吗 我爸怎么丢了找不着了 人哪 你给我找我爸去 找我爸去 你先上床 上什么床 不上 这不上 今天我爸上床 我来过去 不去 爷夫 爷 爷 三立 这儿有 有 有声消息没有 没消息 你那边怎么样 没消息 到现在都没找着 你们看那警察都坐在那儿 都不去找呢 别丢了 不是 我跟你说 姐夫 我 我跟你说 我满城找 就是咱们家那些老邻居 老同事 就你们厂里 家驾驾驾驾搬走的那些人 我找了一够 没有 不是 姐夫 我不是说你是当警察的 你 你也找不着啊 就是 就是 你也找不着啊 你们俩都别急 行不行 我再当警察 这 找人不是得要时间吗 我跟标准这几个派出所 我都打招呼了 别急 怎么不急 那是我亲爹 你当然不急了 你想我爸刚出院 那我跟着 你说你现在要人 马上就得要人 不是 这么着活儿 你们俩都别急 行不行 这么着 这么着 姐姐姐姐姐姐 我正回家跟你打这儿说 咱们谁也别上班了 我跟你说 找 我跟你说 我就不信大活人找不着 我就挖地三尺 我就不信找不着你老头 大活人就没了 行 你别说了 赶紧找去吧你 我 你要有啥信 你赶紧打电话来